韩国的跑男自开播以来,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其实韩国的跑男从十年就已经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了八年的时间,八年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 其实走到现在虽然跑男的收视率现在一直下降,但是曾经也是韩国最火的综艺节目之一,其实跑男是一个很长寿的综艺节目,从十年到现在从未停播,一直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风里雨里,他们都坚持录制一切不落,但是就在最近跑男的收视率越来越低,有很多喜欢跑男的观众觉得很可能跑男马上就要停播了, 其实跑男最火的时候是在十三年的上半年以及十二年一整年,那个时候跑男的版权也没有被我们买过来,他们的导演组的构思也比较奇特,而且那个时候节目对于各个成员的定位以及人设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跑男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而且那个时候跑男经常邀请很多大牌明星,而且每一期节目都有新的游戏方法,最重要的是跑男中最受欢迎的项目撕名牌在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常见的, 对于跑男来说,撕名牌是他们代表的娱乐项目,但是现在的跑男中,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在一起撕名牌的场景了, 可能这也是导致收视率下滑的原因之一吧,自从十四年版权被我们国家买过来之后,更多中国的观众了解到原版的韩国跑男, 其实小编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入坑的,我们把之前的跑男看完了,而且后来也是一期不落地追着更新看, 但是自从版权被我们买过来之后,好像他们的导演也为了不和我们的内容重复,开始更改了自己的节目, 撕名牌的环节在节目中越来越少出现,而且节目的嘉宾请的也不如从前, 不知道是这样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了收视率,自从版权被买过来之后急剧下降, 其实在去年,韩版的跑男从面临过停播,而且当时据说金中国和宋志孝还被迫要退出跑男团, 看来导演组对于自己的收视率也是非常失望的, 其实导演组如果能够找到当时巅峰时期的状态的话, 相信跑男是可以再成长起来的, 在巅峰时期,我们跑男中的成员定位都特别的符合自己的自身条件, 比如说刘戴什是队长,而且他还兼顾着刘姆斯邦德和画片王的称号, 而金中国则是副队长和能力者,再加上守护女嘉宾, 这样的定位也是非常符合金中国的特征, 而池石镇则是和李光珠组成的李池兄弟, 而哈哈则是初代的背叛者,这样的定位, Gary则是偶尔能力者, 还有与宋志孝的周一情侣, 宋志孝则是王牌家周一情侣以及幸运女神这样的定位, 像是李光珠则是主要负责节目中的搞笑, 这些符合他们成员本身特色的定位, 也是能提高收视率的方法之一, 希望导演组能够再找回巅峰时期的状态, 现在虽然说Gary退出了录制, 而又加入了两位新的成员, 但是收视率还是没有上涨, 其实对于观众来说, 最主要的并不是什么成员, 在而是导演组又没有用心的去安排节目, 导演组需要了解观众真正想要看到什么, 而且所有的观众真正喜欢, 得到底是节目的哪一些特色, 这样一来才能够使节目正常的做下去, 收视率才能够涨上来, 小编也是韩版的跑男粉丝之一, 虽然说狠网友说, 韩版的跑男已经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但是小编还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一直做下去, 毕竟还是有很多老粉丝, 已经习惯了每周要腾好男的更新。